分压器可以用来设定JFAD的VGS R1和R2构成的分压器可设置G级的电压低于S级的电压 以保证GS级之间的反向偏致 JFAD的D级电流流过S级 且有IS约等于ID 如果ID等于0毫安 S级的电压可用欧姆定律计算 VS等于IS乘以RS等于ID乘以RS等于0弗 这样GS级之间的电压VGS变成了 VGS等于VG-VS等于VG-0弗等于VG 而VG由R1和R2构成的分压器来决定 这样可在传输特性曲线的坐标上找到一个状态点A 另外如果VGS等于0弗 D级电流可用欧姆定律计算 ID等于VS除以RS等于VG-VGS除以RS等于VG-0弗 除以RS等于VG除以RS 于是可获得另一个点B 把AB连接成直线 该直线也就是电路的直流负载线 它与传输特性曲线相较于Q点 即为分压器偏置JFAD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很еюсь 告诉您 gas达 计算您的把暗子还记得来 我的这期排 国主力的内容 不结合 在只关 motions